之前在一个采访节目中,阿娇多次表示自己非常羡慕自己的姐妹阿萨,当初她和郑中基有过一段婚姻,但是这段婚姻中却有着太多太多的委屈,当初的郑中基和她由于很多外界的原因,所以一直都没有公开恋情,甚至有的时候郑中基为了躲避狗仔,还要将阿萨藏在后备箱里,之后由于二人的恋情一直没有公布,所以郑中基身边的绯闻也一直没有断过, 直到有一次郑中基甚至将一位女子带到了家里,阿萨实在不能忍受两个人的婚姻,也走到了尽头 而阿萨也提出开新闻发布会,将这四年的婚姻公布给媒体,之后媒体一直都追问着她,询问能够分到多少钱,但是她直接回复道,不用她给我钱,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 从此也能看出,阿萨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,之后的阿萨也一直都是非常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真正的爱情 并且也已经找到了,甚至连妈妈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而和她同为姐妹的阿娇,因为从小都在单亲家庭中长大,所以有些缺爱导致性格也有一些自卑和内向 虽然她和阿萨的组合非常的成功,但之后由于照片门事件,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净毁 之后她也尝试找到自己新的归宿,但是她的感情之路也是非常的曲折 未来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